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小女孩怎么会把自己的亲妈告上法庭 这肯定是我前夫干的 他就打着孩子们问我要钱 说话的这位就是李靖 今年37岁 李靖说 两年前他和前夫张志鹏协议离婚了 离婚的时候 李靖和前夫张志鹏约定号 女儿珊珊由张志鹏抚养 李靖把两人共同经营的店铺给了张志鹏 作为给女儿的一次性抚养费 今后 无需再另外支付抚养费 让李靖想不通的是 离婚时已经约定好的事 这个时候 前夫张志鹏 怎么又要起了女儿的抚养费呢 他当即就拨打了前夫张志鹏的电话 见双方 火腰味十足 我们的记者接过电话 约张志鹏见面 跟李靖好好协商 张志鹏同意了 随后 我们见到了张志鹏 对于为什么又要跟李靖索要 后来他也是踏踏实实想过日子的那种吧 后来我们就打算定下来结婚了 婚礼日期确定了 李靖满心欢喜地等着做新娘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春节前夕 吴广文在路上行走时 被一辆罪驾车撞倒 当场死亡 李靖悲痛欲绝 一连几天吃不下饭 整日精神恍惚 有一天 李靖晕倒了 被家人带去了医院检查 结果竟然检查出怀孕了 得知怀孕的消息 李靖是又悲又喜 吴广文是独生子 想为他留下血脉吧 我知道一个女人独两个孩子也不容易 面对未出世的孩子 李靖一时间难以抉择 整日愁眉不展 一天 他应邀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 碰到了前夫张志鹏 他就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就把我未婚夫意外去世 和我现在已经怀孕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听后劝我一定要留下这个孩子 说我只要愿意和他复婚 他愿意替我分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张志鹏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为什么愿意替李靖抚养孩子呢 李靖说 当时他也觉得很诧异 张志鹏大概是猜到了他的想法 就给他做了解释 他当时解释说 离婚时他就不同意 是我非要离 离婚后他也相过几个亲 但是总觉得没有我好吧 他也知道我最不满意的地方 其实就是他的赌博 他说他已经把多年的赌印给我借了 他说我只要给他这么一次机会 他就不至于让我后半辈子过得太辛苦 李靖见张志鹏态度真挚 言辞恳切便有些动心了 从此以后 两人就电话信息不断 频繁联系 李靖觉得张志鹏还像初恋时一样爱着自己 他也再次将自己的爱 倾注到了张志鹏的身上 两人很快就复婚了 不久李靖就生下了一个女孩 他家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他还高兴地为孩子办个满月宴 还给我的孩子买这个买那 特别舍得花钱 张志鹏的表现 李靖看在眼里 细在心上 他觉得自己复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可惜的是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张志鹏开始慢慢地对孩子没了热情 甚至孩子哭闹都不愿意抱下 有时还会冲孩子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李靖生气地说 张志鹏跟他复婚的时候 信誓旦旦地说 会对孩子视如己出 复婚后的表现 却让他有些失望 思前想后 他觉得这样下去 两人的感情肯定要受到影响 于是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想通过这种方法巩固两人的感情 我一直小心备孕 我妈也给我调养身体了 可一直就怀不上 我们就去医院做检查 我的身体没问题 他明明知道问题出现在他身上 还在眼睁睁看得我瞎毛 我说这不是骗子吗 李靖觉得 张志鹏在这么大的事情上隐瞒自己 就是存心欺骗 两人为此爆发了一次争吵 而张志鹏当时的一句话 却让李靖目瞪口呆 他说是他爸妈逼着他跟我复婚的 难道当初张志鹏选择和李靖复婚 真的是被逼的吗 他们的复婚和张志鹏的父母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 张志鹏说出了背后的原因 离婚后我被查有不遇症 我心里也很难受 可我也不敢告诉我爸妈 爸妈一直着急抱孙子了 要是他们知道抱不上孙子 该有多绝望 跟他离婚后 我爸妈不停托人给我介绍对象 我也挺着头皮去见 却也没打算打招 你想结婚后如果一直没孩子 人家肯定要减肠了吧 婚姻肯定 现在结一次婚 顿不动就得一二十万 这么多钱 我还不如给父母留着养老了 知道自己不能生育 张志鹏整日郁郁寡欢 而事情的转折 就发生在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 当时张志鹏听到李靖说 未婚夫出车祸去世 而他已经怀孕的消息是 顿时喜出望爱 其实我对他也是有感情的 我当时想的是 先隐瞒他怀孕的事 我跟他先复婚 等孩子生出来 别人一定以为孩子是我的吧 这样一来 我跟父母也交差了 反正这个孩子亲生父亲也不在了 我也不用担心 孩子将来跟我不亲 复婚后 夫妻感情再次破裂 前夫竟跟他争起了抚养权 离婚的时候我肯定要抚养权了 可他也要 说他不能让他家每个后 其实我知道 就是怕让别人知道他福育的事 他把饭店给了前夫 作为女儿的抚养费 前夫却挥霍一空 你把饭店搞垮了 竟然还有两个我要抚养费 这个抚养费我如何不会再出 两年后 前夫以女儿非亲生为友 索要抚养费 是否可行 孩子竟然归我抚养了 你就有医务给我钱呀 你毕竟是孩子他亲妈 你当妈就应该支付抚养费 前夫替我养女儿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健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舒筋健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青传承 四百多年了 黄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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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病 得治 怎么治 抹药 抹药治疗黄鹤斑开始 斑力静牌升级软膏 以医学为依据 治疗黄鹤斑 改善面色少滑 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专利药品 斑力静牌升级软膏 抹药治疗黄鹤斑 抹药好的快一些 斑力静牌升级软膏 黄鹤斑 你开始抹药了吗 好好好 赌了 赌了 这茶壶赌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赌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轻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轻血骨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轻烘血 您看准了 轻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轻烘血 轻血八味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轻血八味片 久坐久站 用腰不当 容易引发 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陈李济 输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输筋健腰丸 对证 就这样 张志鹏打定主意 要跟李静复婚 费了不少的口舌 才让李静点头答应 孩子出生之后 张志鹏也想拿孩子 当做亲生的来养 只是越养越生气 因为这孩子跟他长得 那是一点都不像 他受不了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慢慢的 对李静的女儿姗姗 也就越来越冷淡了 得知张志鹏是因为不育 才选择跟自己复婚的 李静有些伤心 不过他一想 只要张志鹏对他好 他可以不介意此事 而且女儿也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当时我觉得我女儿 就还是抵抗我养吧 我以前在商场上班 虽然轻鞋 但是工资低 后来我就辞职 开了一家饭店 想多挣点钱 给女儿一个好的未来 后来她工作不顺 就辞职跟我一块开饭店 开店创业 十分的繁忙和辛苦 两个人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而且张志鹏的兄弟姐妹多 母亲当时也在给其他子女看孩子 无法过来帮忙 于是李静只好把女儿送到娘家 由父母帮忙照顾 李静的父母对这个外孙女 十分的疼爱 每天照顾吃喝 陪伴玩耍 照顾的是无微不至 有了老人的帮忙 李静和张志鹏 便没有了后顾之忧 全心全意地忙活着店里的生意 我俩忙得也很少回去看孩子吧 我爸妈说他们有一些退休心 说他们的钱足够养孩子了 也用不着我们的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 一晃几年过去了 珊珊也从幼儿园读到了小学 这时李静的父母也开始感觉到 照顾外孙女有些吃力 便叫李静接走孩子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 女儿和女婿的感情却出了状况 她当时总是跟我抱怨 说她爸妈帮我们看孩子 这样我们挣钱也不容易 也不要我们的钱 我爸妈呢 不但不帮着照顾孩子 还经常跟我要钱 我听这话我也可生气了 我就说我爸妈 我爸妈都是农民 你爸妈都有退休金 我不给钱 我爸妈咋生活呀 你要是觉得不妥 咱俩就离婚 原来自从开了饭店之后 两人经常因为钱的事情争吵 还动不动就替离婚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两人都身心俱疲 感情也出现了裂痕 没过多久 张志鹏的一个举动 更是让李静对这段婚姻失去了信心 有一年过年我把孩子接回来 他们喝完酒回来 平白不顾就吼了孩子一嗓子 孩子吓着了就哭了 他急身又踹了孩子一脚 孩子当时就被踢倒在地上了 李静气愤地说 张志鹏把火撒在孩子身上 还打孩子 让他实在是难以忍受 他冲上去就跟张志鹏对打起来 当时还抱了警 事后两人协议离婚了 其实在采访中 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 珊珊是李静的亲生女儿 李静明知张志鹏对女儿并不是太好 两人也是因为这个离得婚 那么他最后 为啥还会把女儿交给张志鹏抚养呢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离婚的时候我肯定要抚养权了 可他也要 说他不能让他家没个后 其实我知道 就是怕让别人知道他不遇的事 李静说 离婚的时候张志鹏想要女儿的抚养权 他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他认为 女儿不是张志鹏的亲生骨肉 张志鹏完全没有资格要女儿的抚养权 两个人因为女儿抚养权的问题 一直争执不下 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李静的父亲患上了重病 情况非常危急 李静急匆匆地赶到医院照顾父亲 父亲很快就做了手术 病情暂时平稳下来 但接下来还要做多次复查 李静说 当时看着病床上的父亲和哭泣的母亲 心里难受极了 纵有万般不舍 他也只能选择将女儿交给张志鹏抚养 我家实在是顾不过来 离婚的时候他也说了 我要实在想要孩子 等以后我爸身体好了 再把孩子接回来吧 当时我就在想 女儿也是跟着他信 跟他生活这么多年 他也不至于怎么虐待孩子 就这样 李静和张志鹏签了离婚协议 约定女儿由张志鹏抚养 李静放弃两人共同经营的饭店 作为给女儿的一次性抚养费 以后他无需再另外支付抚养费 离婚后 张志鹏就把女儿接走了 李静则开始和母亲一起照顾父亲 日子就这么过了两年 在李静和母亲的精心照料之下 李静父亲的病情也在逐渐的好转 而李静也在家附近 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父母 谁知啊 时隔两年 张志鹏却因为女儿的抚养费的问题 把他呢 起诉了 我算是认清了 他就是出而反而言无信 既然 两人当初有离婚协议 而且对财产和孩子的抚养权 都做了明确的约定 那么张志鹏现在 为啥要再次向李静索要抚养费呢 离婚后 饭店生意也不好做 就关门了 听到张志鹏的辩解 李静当即反驳 别装了 我已经打听过了 现在又开始赌博了 他两年就把饭店搞垮了 李静的一番话 让张志鹏当即面红耳赤 原来 两人离婚后 由于张志鹏经营不战 饭店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再加上 缺少了李静的看管 张志鹏又再次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没过多长时间 他就把积蓄挥霍一空 饭店也彻底的垮了 身无分文的张志鹏 没有能力再抚养女儿 这时候 他又想起了李静这个前妻 于是 他就以姗姗的名义 起诉了李静 要求李静 支付女儿的抚养费 每月两千元 听张志鹏这么说 李静 费都快气大了 你把饭店搞垮了 竟然还有两个我要抚养费 这个抚养费 我如何不会再出 如果你押不起孩子 就把孩子抚养钱给我 我再难也会把孩子带大的 李静要求 张志鹏把孩子的抚养权还回来 没想到张志鹏竟然坚决不同意 抚养权和抚养费是两回事 孩子竟然归我抚养了 你就有义务给我钱 你毕竟是孩子他亲妈 你当妈的就应该支付抚养费 你别忘想了 我不会再给你钱了 看李静 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 张志鹏却话风一转 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以前我俩开饭店 那饭店的收入我也有份了 女儿不是我亲生的 前几年的抚养费 她也得还给我 得知孙女不是亲生的 孩子奶奶也要求支付抚养费 孩子不是我们张家的 我免费给你们带了两天 谁给我这个抚养费 老人照顾孙女产生费用 孩子的父母该不该给 我给过孩子抚养费了 是你儿子不争气败光了 要抚养费问你孩子要吧 孩子的抚养费 到底该怎么解决 他的父亲是因为经营不善 或者故意挥霍 导致了这个饭店 没能继续经营下去 所以他这个父亲 对这个财产的蔑视 也有很大的主观上的责任 前夫替我养女儿 话在身边正在讲述 我的腰腿 我坐坐 收紧剑腰保护起来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强筋骨 屈腾痛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我的腰腿 我坐坐 输筋剑腰 好期待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痛啊 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 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好好好 赌了 赌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 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骨方 精神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烘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书筋剑腰娃 传承陈李济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了 张志鹏竟然以孩子 是非亲生子女 自己没有抚养义务为由 要求李静返还五万元抚养费 那么面对张志鹏的这个做法 李静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在复婚的时候 他明知道孩子不是他的 还要跟我复婚 跟我一起要孩子 现在凭啥让我返还抚养费呢 李静认为 张志鹏在结婚之前就知道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还主动提出复婚 离婚时 又要求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是他自愿承担抚养义务 自己不应返还抚养费 那么李静到底该不该 返还张志鹏抚养费呢 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能不能向另一方追溯 这个非亲生子女的抚养费 这个问题呢 通常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女方隐瞒子女 是丈夫非亲生的 这样的一个真实情况的话 那可能就会构成一个 欺价性的抚养 那这样呢 就是他的这个男方支付了 这样的抚养费以后 或者是承担了抚养的责任之后呢 他是有权利向这个子女的亲生父母 来主张这个抚养费的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他知道 这个子女不是他的亲生子女 也就是我们这个案件中呢 他们其实是一个继父和继子女的关系 那他对继子女履行了这样的一个抚养的义务 他和继子女之间形成了一个抚养的关系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没有权利去追索这个抚养费的 律师表示 复婚时 李静已经身怀有孕 张志鹏也明知孩子不是他的亲生骨肉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仍然自愿复婚 从而与孩子形成了抚养关系 之后又主动要求取得抚养权 所以张志鹏应对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李英对孩子承担起抚养教育的责任及义务 不应该再向李静索要抚养费 这时门口突然走进来一位阿姨 这位阿姨是张志鹏的母亲 得知自己帮忙带了两年的孙女 竟然不是儿子的亲生骨肉 张志鹏的母亲当即发了火 孩子不是我们张家的 我免费给你们带了两年 谁给我这个抚养费 张志鹏的母亲一气之下 向张志鹏和李静索要这两年来的抚养费 李静听到张志鹏的母亲这么说 也着急了 我爸妈也帮我带过孩子 也没说要抚养费 再说那是你儿子非要带走 我给过孩子抚养费了 是你儿子不争气败光了 要抚养费问你孩子要吧 李静认为张志鹏的母亲 是出于亲情帮张志鹏带孩子的 本身就是自愿行为 是老人的赠予行为 那么张志鹏的母亲能否索要抚养费呢 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当父母这两个监护人 有监护能力 正常履行他们监护义务的情况下 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 是没有法定的义务要当然承担起这个对孙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抚养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 所以现在呢 他的奶奶提出要向他的父母来主张这个抚养孩子的这个支出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律师表示父母是子女的监护人 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在缺乏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 老人照顾孙子女就有权要求孙子女的父母支付因此产生的必要费用 因此张志鹏和李静应该付给老人各项抚养费 而李静坚称 离婚的时候他就把饭店给了张志鹏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现在张志鹏的母亲想要索要抚养费可以向张志鹏索要 那么他的这个想法成立马 律师也给出了解答 一个饭店它作为一个经营的项目 它本身存在于商业的风险 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正常人很难预料到它接下来的风险 所以以这个作抚养费很有可能因为商业风险的存在 导致这个这部分财产的一个灭失或者减损 继而影响这个子女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 同时呢在这个案件中呢 他的父亲是因为经营不善或者故意挥霍 导致了这个饭店没能继续经营下去 所以他这个父亲对这个财产的这个灭失呢 也有很大的主观上的责任 所以这样呢最终的结果都是损害了子女的一个权利 根据双方离婚时候的约定 母亲已经以这个饭店的财产作为抚养费的形式给了男方 所以男方呢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再要求女方支付额外的费用 听到律师的分析 李静认为张志鹏因为沾染赌博的恶习不再适合抚养女儿 最终经过调解 双方同意将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李静名下 李静不要求张志鹏支付抚养费 对于离婚后孩子抚养权归属的问题 民法典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依照的是最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原则 而作为孩子的父母在面对感情破裂 不得不走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 在对待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上 也应该充分考虑孩子的感受 充分考虑孩子的身心健康 而不应该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某种目的的筹码 我们也希望经过这段风波之后 珊珊能够拥有快乐的童年 幸福健康的长大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5G1000兆 宽带1000兆 WiFi1000兆 护年选电信 光速3000兆 上网就是快 中国电信